他们是同意让乌克兰用他们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 难道是这12国之一吗 这其中的国家吗 请教大使 应该就是指的就是说 点名的应该就是说 波罗的海三小邦 对这三小邦这个 基本上还在他们的境内欺负 就是说霸凌这些 原来是讲俄语的这些 这些原来是俄罗斯人的这些 现在就陷在这三小邦里面 这些俄国人 塞萨尼亚的总理前一阵子被通缉 俄罗斯法通缉 为什么他也是跟这个 普丁所讲的纳税主义抬头有点关系 他们对这个二次大战的战事 有不同的解释 另外呢不断的猜 讲公同我讲错了 不是讲公同相了 不断的在猜 猜 他过去历史里面 那些重要的人物 在他们历史上 重要人物的同向跟历史这种遗迹 所以俄罗斯已经不太能够忍受了 所以爱沙尼亚总理被通缉 那干这种事情的人 波罗斯法官 不管是这个 还有立陶宛 还有这个拉脱亚都在干同样的事 那所以我觉得普丁大概就在警告这三个小国了 那这三个小国你看啊 所以他们12个国家支持轰炸这个俄罗斯本土啊 这三个小国也在里面 其他国家的话 什么捷克芬兰瑞典啊 这些波兰的话 国土比这三个小国大多了 对不对 那这些三个小国 他们很希望这场战争 我想他们非常清楚 俄罗斯希望这场战争 一次把俄罗斯怎么样 打得爬不起来 是他们这些国家最希望的 那本来就是借着别人的力量 在那边怎么样 耀武扬威的 那俄罗斯不是傻瓜 所以普丁就点名这三个国家嘛 你国土又小人口又密集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战争啊 你如果不设法去阻止它 它绝对是不断的升高的啦 那美国这个民调 基本上是民主党做的 对 这是民主党的这个机构做 不是共和党啊 对不对 那就是已经 这个事情已经就变成就说 连民主党的 他都没有办法去掩饰 美国对老百姓 对美国当前的处境 对 政治的走向 以及 现在当前台面上的 政治人物的不满 所以呢 这是美国的现状 是 所以可是问题 美国在外面 还有很多国家 对这个国家 还蛮崇拜的 对 还认为啊 这个国家是这个典范 现在典范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不是很疯刺吗 好 不过现在呢 这个亮哥法国 现在呢 我们看到 好像看起来呢 是跟美国很多意见不一了 那如今呢 甚至还拉着这个德国 对不对 马克宏最近在跟德国 这里消资 结果呢 现在拜登是不是紧张了呢 说诺曼蒂登陆的纪念仪式 他要去参加了 而且在6月8号 就要跟马克宏会谈 请怎么看这个事 这个他本来就要去啊 这个英国国王跟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啊 他们每年所有的领袖都会来的 那今年俄罗斯可是缺席了 不邀他呀 没有了普京当然不可能啊 可是俄罗斯会派在地的大使去 这个当然有可能啊 因为他就不会跟他们坐在一起啊 我现在不确定啊 不过他明年才是大事啦 因为明年2025年是 那个二战结束的80周年 不是80哦 是80周年 那明年才会牵涉到历史的清算 那中俄会办大型的 大型的 事实上也包括亚洲历史啊 那也包括欧洲的历史 所以明年 俄乌战争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所以俄罗斯就比较 比较有立场去为自己讲话啦 是 赖老师 洛曼底登陆的纪念日 如果邀请德国的总理 不邀请 或是邀请德国的总统 不邀请俄罗斯的总统 这个等于是颠覆了 整个二次大战的历史 这个历史就变成荒谬 也就是登陆的目的是要打德国 那你现在要纪念这个日子 就是我们要纪念打德国的成功的日子 而打仗的时候 当时的盟军是前苏联 结果两个都是胜利国 结果却现在闹翻了 然后你却把整个历史颠倒了 把打击的对象把他邀请 然后把合同打击的当时的盟友 不邀请四同是敌人 我觉得俄罗斯已经有反应了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二次大战历史的一种颠倒 一种颠覆 他们没办法接受 目前来看的话 俄国跟欧洲的修补短时间 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今天的这个中美两国防长终于面对面 时间是在当地下午一点钟 那么谈了一个小时15分钟 那么也看到美方的代表中方的官员 首次的面对面 那事实上大陆的防长董军 还有美国的防长奥斯丁 两个人曾经在4月份举行视讯通话 那么根据路透报导 中美防长在亚洲安全高峰会上 就台湾问题针锋相对 那么当然在事后我们也看到 大陆的国防部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 后来也都有分别发布声明 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刚才在讲 这个台湾问题很显然是重中之重 那么这个中美也都有各自表达了立场 而在这一场会议当中 你从就包括他们两个后来出来 我看那个奥斯丁 就是这个神情 也就稍微带一点点微笑 但是不发一语 但是这个大陆的防长就显得自信满满 从他们的神态 还有从他们事后所公布的内容 你觉得到底谈得怎么样 是不是谈得是不太愉快 谈得成功吗 来 老师 成不成功要看怎么界定 但是中方很明确地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看法传达得很清楚 我想美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也把他的想法也传达很清楚 那彼此这一定是针锋相对 我们之前 吵架吗 不算是吵架 应该是针锋相对 那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明白 第一个 中美的关系的界定 那一定是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不处理好 中美的关系走不好 那中国大陆也不在乎 跟美国继续地较量下去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到美国的时候的讲话 其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就是中美的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这就是定调 回不到过去 也不在乎回到过不过去 那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那么要继续坏 那就继续坏下去 那如果你美国不想坏下去 那我们可以停止 但是呢 问题是在于台湾的问题 台湾就是一条红线 划不过去 所以你中美的关系如果没处理好 也就是台湾的问题没处理好 中美的关系永远走不好 那中国大陆也准备好 就直接给你较量 而且在军事方面就直接给你较量 所以我觉得解放军现在是 摆开的一个态势跟正式就是 我就是对着你直接较量 那也就是说必要的时候 那要打那就来打 不管是小打大打中打 那就是要打那奉陪 我觉得解放军的态度很明白 所以第一个 台湾的问题过不去 那我相信 这个奥斯顶还是官方的语言 说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三个公报 那你到台湾来的时候 你太调性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中国大陆一定说 这个现状事谁造成 就是你造成 你不支持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不按照那个搞实质的态度 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不搞就不会有这种事 我觉得这个态度一定讲得很明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南海的问题 我判断 董军直接告诉奥斯顶 你搞代理人战争 你搞不起来的 我就直接对着你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也应该是很清楚了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对于中程的弹道导弹 这一次公布出来的消息说没有 但我认为有 我认为有 那也就是说 我之前有预判 他们这次会谈三个问题 看起来都是 就是那三个问题 台湾的问题 南海的代理人战争的问题 中程的导弹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部分里面 美国应该心里面有盘算 那他也知道中方的态度 那我个人是认为 美国没有让 中方也没让 彼此之间当然就很紧张 所以最后才说 继续保持沟通 那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摊牌 没有撕破脸 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到不欢而散 但是各自把各自的想法 讲得很清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